咱们都知道墓碑残药者是一株 能够吞噬部分墓碑血量 并转化成自己血量的植物 那现在小萨开始好奇了 如果墓碑吞噬者吸收500级的墓碑 然后遇上500级的僵尸 后续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这家甘纳没区别 这家伙无论是一级还是500级都推不动了 而且互相无可奈何 500级的僵尸鸡看看 分不出胜负来 500级火鸡王呢 也试试 也是这个样子 大招连这么大的火鸡 也是直接拖下去呀 那么猴子也要试试 和大招还不同 被动啃食下去 就在原地了 好了 还是看僵尸吧 500级全明星的一撞 竟然直接没了 这还是厉害了 500级的大爷能啃动吗 啃是啃不动啦 那么三爷的板砖来试试 也是直接就没了 团长应该没问题吧 还没过去就被拉下去了 再来 直接烧没了 500级老爹的激光 整整用了三下 都没能干掉 500级的冲装板呢 直接秒杀了 那么500级火也喷到火试试 也是烧了几轮烧不掉 最后还是看看500级巨人吧 一垫线杆就没了 从事实的结果来看 500级间的对决将是完胜 还是烧不掉 转发了 最后的打电话 总数是有的 最后的打电话 是 最后的打电话